要做饺子了 说句实的话饺子咱们是常常吃年年吃 但是饺子有什么新鲜花样还是很小 反正我见得少 我要做一个芝士举饺子 芝士还举饺子 对啊 真的挺新鲜的 我给你讲一下我们需要原料 这种饺子 有一个青椒 西红柿 洋葱 番茄酱 奶酪 西红柿和起司怎么听起来像起扫的感觉 真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新鲜的味道 先把洋葱切一下 切洋葱是不是要顶一个洋葱之类的 会不会微醺的流连泪 我已经习惯了 当大厨嘛 好 我们切一些洋葱就够了 先放在这里 然后西红柿把它切成丁 你平常一般都是什么馅儿的饺子 以前吃的都是什么猪肉芹菜 或者是什么素三鲜 芥菜 对 我们这个是芥菜饺子 真的 因为我比较爱吃 所以我们店里常年会备着猪肉芥菜饺子 太好了 给你多笑脸吧 同大中人 就给我们把它给银银片 那你觉得你吃过最有创意的饺子是什么样子的 给我们描述一下 最有创意的 我倒没吃过 我好像在电视上看过 就是那种印度的饮料 它的做法和中国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不是煮着吃 也不是接着吃 它是烤着吃 我没烤过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周游世界各地去吃世界的美食 然后他就跟我说过 他在匈牙利吃到过一种饺子 可能他叫饺子 可能当地人不这么叫 就是它也是 它很奇怪 它也是面皮 面皮里头包着馅 它那个面皮不是像咱们样的纯面 它会有土豆泥 还有什么糖 盐之类的东西 和在一起的一种面皮 包着馅 会有一种水果馅 西方人很喜欢吃什么馅 像李斯 这样的东西 你知道吗 就把一些水果 跟一些其他的东西 混合在一起 包在那个面皮里 好 贝贝 我们要把饺子要煮熟 那边火先打开 好 煮饺子的事归我了 诶 问一下 诶 小周同学 是 平常你在家经常吃素冻小子 是吗 是 在家不吃 在外面不想吃 你平常怎么煮 我就把它解冻完以后 再放进去是吧 就 对 就煮了 可是经常破皮 我一般的饭就煮了 是吗 你看 正确的话就像耗子一样 只要打开那个包装 不要让它解冻 直接放到开水里去煮 对 是这样的 稍微煮的时间长一点就是了 因为你要等它软了之后 再放进去煮 它那个皮啊 你看 就会很黏 再放进去煮的话就容易破了 所以就会破 对 所以就不要让它解冻了 直接 蒸进去 原来我一直困惑的问题是 原来是我 解决了 对 对 是我操作的问题 好 你来负责煮饺子 我来负责炒这个酱汁 好 油已经热了 先把洋葱放进去煸一下 嗯 我都闻到那个洋葱的香味了 洋葱的香味真的是其他东西无法替代的 嗯 可是我在想炒洋葱和煮饺子有什么关系呢 哎 这就是我们的创意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创完这个洋葱以后呢 我还准备了一点泡沫 放进去 放一下 就是要把熊柿进来 要切好的熊柿丁 好香啊 嗯 真的很香啊 是 洋葱加番茄 绝配 好 这时候呢 你看 把这个熊柿 在炒锅中放一点盐进去 还有胡椒粉 这个熊柿呢尽量把它炒烂一下 我们直接改做意大利面吧 对啊 我都特别期待了 不知道是西大还是意大利 所以你要吃中西结合的呀 嗯 中我觉得不用其他的呢 像我已经纯粹代表中这个概念了 对 所以你要吃西 最能体现西是餐饮文化的 我觉得就是番茄和洋葱 是 还没够呢 嗯 所以番茄呢 我们还要放一些番茄酱 这个肯定非常的好吃 对 看这个食力吧 嗯 现在它跟饺子一起吃会是什么味道 嗯 好 稍微加一点点水啊 有太多了 这时候呢 把香糖 拌一下 在这酱油快做好的时候 放在里面 起一个调味的作用 嗯 别小看这种西式 香料 很提味的 嗯 好了 要得看看饺子到现在什么情况了 太远 哇 饺子要煮到七成熟线 已经差不多了 七成熟 我有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煮七成熟 因为我们是芝士举饺子 所以我们还要放到烤箱里头 贝贝 你知道饺子怎么样是煮全和煮馅吗 啊 那可是饺子皮包着馅是一块煮 它都不能分开 我知道 要盖着锅煮馅 对 开着锅煮皮 嗯 是吗 对 盖着锅煮馅 开着锅煮皮 所以就说饺子一放入锅里头以后 开水烧开以后 把饺子一扔进去盖锅盖 对 煮馅先手煮 这个时候先骨的馅 对 如果皮儿生的话 你把它开锅 再种下皮儿就生了 哦 来 对美 饺子现在做好了 我们还有下一道工序 这是青椒 把它放在饺子上面 嗯 哎呀 它好细心啊 还在努力的把它摆得很美 对 漂亮 哎 这个特别像那个披萨里的田园风光 对 看 我们把这青椒摆在上面 待会会很好吃 口味很清爽 接下来一个任务 把我们刚才做的这个漂亮的饺子 这个饺子 哦 是这样吃的 嗯 嗯 那你知道我告诉你一个 就是就是 中国科学协会和这个国家奥组委联合推出了 就是在我们举行奥运会期间 嗯 饺子 是中国就是供给奥运会 就是那些参加奥运会的那些运动员们 嗯 24小时供应的视频 哦 是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说你提的这个建议很好 中西合璧的饺子 我们应该大力参考一下 推广一下 你想想看咱马上都有开奥运会了 对不对 对 如果有很多的外国朋友来 也有可能来我们那里品尝美味哦 是 好漂亮吧 嗯 我都带住了 哦 真的好吃 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好吃 好 可以吃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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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将鸡鸡 把这个东西 放到脚子上面 哦 所以就叫知识菊脚 对 好的 好了 烤箱三到五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吃知识菊脚了 好 快点 好 上下火 200度 三分钟 好 好了 就烤着吧 趁这个举饺子的时间 我教你一个妙招好不好 哈 什么妙招 就是怎样煮饺子可以让饺子不破皮 第一招就是在水烧开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到一些大猪 水开以后再下饺子 这样煮出来的饺子呢 是不容易破皮也不会粘连的 第二招可以在和面的时候 加一个鸡蛋一块和 煮出来的饺子呢 是不容易破皮也不会粘连的 回去以后您可以试一下 这招好 这招好 这样我可以学回去给我妈露一球 让她们看看我的饺子煮的也不会破皮 好喽 可以吃了是吧 可以吃了 好喽 好棒啊 闻到香味了 去泡屋里都让开 继续举饺子大功告成 来饺子凤圈 太好了